燈會活動進入倒數的階段 除了我們的主場秀 非常的精彩之外 其實在周邊的店家 也有很多是融入了藝術 東區餐酒館跟國外藝術家合作 牆面上這幅畫融合台北101 天燈以及日式氛圍 把原店的服飾會風格做延伸 吸引不少民眾來打卡 除了視覺 美食也是一大亮點 有看到一些像旅遊節目的資訊 或者是一些 然後最近很紅的燈會 對 所以來附近繞繞 然後吃點東西這樣 如果是週末的話會更多人 同樣是把藝術搬進店裡 銀色美獸Air 看起來好像一隻大章魚 兩隻眼睛種種有神 如果你沒跟上打卡熱潮 可就落伍囉 我們在店裡面都觀察到 很多從台灣各地 包含中南部 都有很多人特地為了燈會來台北 整個商圈大概比平常 多了兩三倍的人潮 緊接著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我們的充氣的藝術 這個主要想要呈現出一個 就是城市後花園的感覺 馬路是城市後花園 有貓咪迎接 往內看還有今年最夯的 小白兔以及蝴蝶 旁邊的植物也是別有用心 五種顏色代表捷運五條線 另外走遠一點 這一處潮泳也是拍照航點 這邊都是城市或是一些建築風格 然後是來一個竹編或是 我覺得還蠻像有點顏色吧 一個反超我覺得說會讓我想要留下來 裡面就是像一個森林然後有花的感覺 走進木質吊鳥巢擺好姿勢 對著鏡頭甜甜一笑 整體畫面看起來還真有種 偽出國的feel 燈會展示一路從國父紀念館 延伸到中校東路 要當網帥網媒 不趁現在待何時